包包在盆上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開箱三款JWPAY的包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被這個包包的廣告炸過 或是從其他的KOL的分享看到過這個牌子的包包 那如果你還沒聽過它的話 它是從LA發跡的一個品牌 標榜用全部可回收的塑料做成的純素皮革 它們家的價錢不會說到太貴 然後顏色跟款式也很多 它們最紅的兩個包款是EVA、E下包還有MINIFLAB 我今天介紹的三個包款 其中兩個是我自己買的 我比較少看到有人在YouTube上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我朋友借給我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包款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介紹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運送時間的話 我兩次從美國訂都是大概12到15天收到包過 因為它是從廣州發貨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從台灣訂的話 應該會更快就可以收到 網路上是說JWPAY的代工廠又為其他蠻大的牌子做過代工 那我這邊就不多做追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網去查 那它的每個包款都是這個大理石的盒子的外包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收到兩次盒子都有點凹 我看大家都好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擠到美國這邊運送的 就是路途太遙遠 所以每次收到的時候包裹這邊都有點凹進去 然後我新收到的防塵袋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舊的防塵袋是比較一般的這種防塵袋 所以我覺得它防塵袋有變得比較漂亮一點 新的防塵袋就有這種斷面的感覺 然後舊的就是你們一般網購看到那種防塵袋的樣子 第一個廢包就是它這個Stella牛油果綠色的款式 那我大概已經賣一年 雖然說沒有到很常備 但它整體的包框其實還維持的蠻好的 我的入手價是$45美金 因為我去年就一直想要找這種飽和度很低的 綠色的款式來當配件 因為我會覺得可能綠色我一開始不想要穿在身上 覺得有點太顯眼或是太不知道怎麼搭 所以我就先從配件著手 那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廢包呢 因為它能裝的東西真的不多 可能一支手機一個AirPod 然後再放個放支口紅 放個鑰匙然後再放一小罐酒精 我覺得其實就已經塞很滿了 我很喜歡這個包 除了是它把手很挺 基本上不可能吹下來 你一開始可能會覺得綠色很難搭 那如果你已經有很多黑色咖啡色白色的包包的話 那我覺得你試時候已經可以買一個 就是顏色比較可愛的包包 我平常很愛穿白色奶油色的衣服 那我覺得配這個淡綠色其實就很可愛 如果你全身都是穿比較單一的顏色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包包反而可以讓你的整個穿搭跳出來 第二個包包就是也是Stella系列的衣霞包 本來沒有想要買他們家第二個包包的 但是因為這個冬天我真的太想要一個衣霞包了 加上其他牌子我沒有看到價錢跟款式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直接 沒錯我又買了 然後入手價大概是40美金加上10塊的運費吧 所以我買下來是50塊美金 然後我又覺得 他們的EVA衣霞包系列我沒有到很喜歡 所以最後就是看中這個款式 先來看一下它外觀好了 就是依然有這個它經典的牛環 然後在那上面有修JWPay的樣式 那銀色跟金色的環其實我覺得給人的感覺還蠻不一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體會一下 它每個包款有的是銀色有的是金色的 這個包比剛剛那個還要大 然後也比較軟一點 先說它的缺點好了 就每次搜搜它都不會自動搜好 你都要手去這樣凹進去 然後我才把它蓋起來 就如果我可能手如果沾到什麼化妝品啊什麼的 或是手比較髒 然後常常在這邊就是弄這個包的這個頭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邊就很容易被我弄髒 這個包我覺得你比較適合走優雅或是氣質路線的人杯 尤其是搭黑白色系的衣服絕對不會出錯 就算你搭牛仔褲也不會顯得太過於休閒感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穿學房或西裝外套的時候配這個包包 最後我再說一下它這個肩帶好了 它這邊有做一個方形的金屬扣 我就是注重一個小細節的人 它這邊做了一個可愛的這個扣子 我覺得就是幫著包包加分超多 因為它就並不是一個很單一的就只有一個黑色袋子的包包 接下來是我朋友的這款信封包 本身看起來容量蠻大的 但它其實不太能撐太開 看似可以放很多 能放的東西就是比它看起來的還要少就是了 我朋友是說在它粗魯的使用三個月的狀況下 看起來還算蠻完整的 不過如果你用可能比較尖銳或是比較硬 可能鑰匙或是東西的角角去刮花 它還是會有刮痕的 這包款它是屬於初肩帶的款式 如果你想要更有女人味一點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同樣的款式官網也有賣 就是臉條的 然後它後面這邊也有可以放個悠遊卡 或是一些小鈴錢之類的 我覺得還算蠻方便的啦 然後它裡面有一層兩層 這邊還有一個拉鍊 好看耶 整體來講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符合它價錢的包包 那要不是它打折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吸引力就不會那麼大 再加上我是從美國買的 又比在台灣買還要更便宜一點 它跟小CK一樣 我覺得已經從一個小眾品牌 變成一個大家比較熟知的品牌了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對於 對狀包比較尷尬 然後你比較想要背特別一點的款式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他們家比較沒有那麼紅的款式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想看的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